各位大家好,你们有没有留意到,5月3日的一宗新闻,就是2023年的拨款条例草案,终于在立法会三读通过了。三读通过这一个拨款条例草案,也即是说,长者生活津贴,生果金,中援津贴,相残津贴,在职家庭津贴等等的伴娘,即是额外发放半个月津贴的这一个项目, 已经在立法会上批了价了。财政司司长,在今天出席立法会会议后,再见传媒的时候,就表示财政预算案,不但能够聚焦支援市民,也都在经济复苏的这一个环节,并以这个支持消费的方式,去巩固经济复苏的力度。 其实大家不要忘记得,财政预算案里面,都有比较上多的遗民措施,当中大家其中一样最关注的,就是发放额外半个月津贴。 很多长者都问,其实半娘究竟预算会何时发放呢? 其实政府在4月14日,原来已经公布了一些的资讯,就在说当2023年撥款条例议案通过之后, 在职家庭及学生资助事务处,核下的在职家庭专业办事处,就会按这一个,2023到24年度的财政预算案的建议,向领取在职家庭津贴住户,发放一次过额外的款项。 而这个额外的款项,预计最快就可以在,撥款条例草案通过之后一个月,就开始发放的,所以,即是说政府已经早于,在4月14日已经正式承诺,当通过这个撥款条例草案之后,大约一个月就会发放半粮津贴了。 如果大家看回日子,在2023年的5月3日去做这一个,通过撥款条例草案的推算,发放半粮的日期,就将会在大约5月31日,至到6月5日之间。 当然,实际是几月几日,都还是要等政府正式公布了。 但是如果按照去年的情况估计,这个估计都不会错得去哪的了。 当然,这还要视乎,大家不同银行的入数日期,都可能会有少少分别的。 那么按回大家惯常的那个转账日是几时,大概应该差不得很多的。 好,讲到这里,我们可以大概做过总结,就是预计5月3日之后的一个月,最迟去到6月5日,半个月凉就应该到手了。 好,今天这条片就讲到这里,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条片,就请大家赞好,分享,和订阅我们这个,RN与ALAM频道啦。